正好有个朋友 来 吃吧 朋友 他就在这儿呢 你们看不见 这是我的 这是我朋友的 大家好 这里是书拉拉 你们都叫我来济宁吃家饼 我来了 济宁家饼 Let's go 哎 您好 您好 您来济宁了 竟然想不到这呢 韩叔叔 给叔叔拍个照来 他不上学吗 幼儿园 今天周末 好 谢谢 谢谢 到了 我就闻到油炸的那种味道了 你们看不见老板了 但是我能看见 老板现在处于隐形状态 哎 您好 买个家饼 你想吃什么 您给我加一个就是 大家都吃的那种 我是外地人 我不懂 吃鸡蛋吧 我吃鸡蛋 要是一个加不下的话 您给我加俩别也行 我有个朋友 外边是你的朋友吧 外边不是 外边喝啥的 喝馄饨是吗 混的也豆子 那我要馄饨吧 一个给你长个鸡排好不好 好 长一个蘑菇 好 我们这里这叫豆腐卷 好 鸡肉串 好 这是辣羊肉 好 这个饼就这样好不好 好 这锅用了好多年了吗 这个锅半年换一回 半年漏了 炸漏了 这东西主要靠酱料是吧 对 靠酱 这是全酒工做的 秘质配方 传男不传女 传里不传外 也传外 这边有五千 五千 嗯 它管吃饭 走路 还有一些食材都得给它 哦 鸡蛋吃饭 您炸啥我吃啥 这个辣椒也吃 对 都吃 花五千学的就是这个甜酱是吧 都得学 都学 你一样也不会 这是什么 这就花生这么样 一共多少钱 一二十七块年带的魂子 那我就坐外面等魂子 我再给你讲 谢谢 加饼买完 坐小河边 这位置可以 舒服吧 秋高气爽 哎 谢谢 这是一笑 我给你本周晾了 蹭凉 谢谢 不能凉了这碗 对 正好有个朋友 来 吃吧 朋友 他就在这儿呢 你们看不见 这是我的 这是我朋友 几宁加饼 看着不错 这是个早餐哦 这个饼里加的是肉排 还有肉筋一系列 来口试一下 嗯 好吃 层次分明 酱香浓郁 等不下来 太香了 看一下空姐妹 吃一点了 太上人了 夹饼吃到最后几口 看你那酱 你就把馍皮浸透了 懂吃夹饼 或者夹馍的朋友 都知道了 最后这两口 太精华 真的好吃 来个混蛋 馅儿最大 汤里的香油 给的不多不少 恰到好吃了 我这朋友也不吃 哎呦你看 碗里甚至都掉进了一片树叶 还是我替他吃吧 老板在那边盯着我 满脸疑惑 这个饼比上一个清淡 因为里面主要是鸡肉 然后串鸡蛋 吃一口 炸的鸡蛋撒满了花生碎 这口吓吃 不得香死我 嗯 配个蒜 配蒜无敌啊 这家店旁边这条路特别窄 不建议大家开出来 这个夹饼太配蒜了 再看最后一眼 没机会了啊 有没有喜欢呢 舒服 捞个蒜结尾 出饭了 好的我们进入消费 27月 请经家饼 好吃的 今天这顿吃的很舒服 小和 流水 人家 跟我的这位隐形朋友一起 吃了家饼 喝了馄饨 我非常开心 两个家饼 一碗馄饨吧 价格非常合适 我朋友没来 怕浪费 我就帮他吃了 肯定会有很多朋友说 它不就是个炸串 夹馍吗 但是它那个酱料 真的好吃 加上这个饼 有点松软的那种感觉 你嚼起来的话 层次特别分明 加饼的时候 一定不要加太多 这样你才可以感受到 那种一口下去 又有饼 又有内容的口感 好 谢谢糖果来几斤 吃家饼的朋友 真的好吃 好的我们下期见 拜拜